飞机飞得好 我还能驾驶飞机能够打败敌人的飞机 然后能够取得胜利 其实这就是金头盔 或者说这次我们这个联合行动2014A最终要达到目的 这是我们首先关注的 中国在南海某海域举行的一个联合行动2014A的军演 那么在我们这个军演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注意到在美国的关岛 美军也在进行一个叫勇敢之盾的 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演习 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看一下 然后再回来接着聊 2014年9月23号 美国海军代号勇敢之盾联合军演 进入传统和武力展示节奏 参加军演的文森号与华盛顿号两支航母战斗群 与驻关岛的B-52H战略轰炸机 F-22A猛禽战机 F-15C英式战机 MV-22云鹰战机 组成海空大编队 规模庞大 气势汹汹 展示了美军强大的攻击力量 其中海军编队不仅发射了防空导弹 还发射了大量鱼叉反舰导弹演练宝核空机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此次军演动用了19艘舰船 200多架军用机 动员约1.8万名士兵 为美军有史以来单独实施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而在17号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在关岛以东约130公里海域 还演练了FA-18战机 在强降雨中反复进行出击的训练 但演习的具体假想情况并未禁开 报道称 指挥演习的第七舰队副司令表示 演习的目的之一是磨练应对某国 近海防御战略的能力 不点名地强调 演习只在针对中国提高美军的综合应对能力 美军部署在冲绳县加首纳级里的陆军爱国者 地对空导弹和空军F-15战机也参与演习 其实这个勇敢之盾不是今年第一次演 2007年 2010年 还有今年 他以前也演过 但是规模今年是有史以来这几年最大的 两艘航母战斗群 还有19艘舰船 200多架军机等等 1.8万名士兵参加 这么大的动静 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唯独你判断是冲着谁来的 我们说任何一个演习 你要看几个点 就是时间地点 参加兵力的规模 以及你演习的科目内容 你看这个时间节点 那么我想这个规模应该是已经制定好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专门突发一个什么事件 然后在这个时间搞演习 那再有一个就规模非常大 那么说明了他这个演习的对手 因为你只有规模大 是说明你的对手很强大 你才会用这么大的兵力 如果就打几几个海盗 你不会用这么大的兵力 对吧 那么这个规模说明他的对手 说明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演习科目 非常全 比如说对天空的作战 对水面的作战 包括反潜的作战 而且他动用的兵力是两个航母战斗群 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是相当于 美国在对一个热点地区或者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 或者对一个中等或者小的国家战斗打击的时候 他才用就是作战的水平 这是两个航母战斗群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知道关岛这个区域啊 它离谁呢 离我们的南中国海是非常近的 那么你想想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海盗活动 那么显然这个演习绝对不是针对海盗的 那么你对哪些国家呢 那么水有那么强大的兵力 值得你动用两个航母战斗群 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全面的演习 那显然是对中国 那就说我要对你进行围堵 我要对你宣示这种我的存在 而且我要进行这种现有的 就是我现有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或者我主战的装备 部署在前面的主战装备 我来进行这种实战的演习 而且是空海一体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威慑 或者是显示实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强的 李莉 魏东的意思就是说 它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军演 显示自己的这种存在 让中国知道 您同意吗 它的观点 我觉得可能除了这样一个意味外 它还有一个以实战化的蓝本 为基本的一个设想的这样一个 可以说意图 因为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 一个是卡尔文森号 那另外也是华盛顿号 这两艘航母的未来很有可能 就是在目前华盛顿号 马上要核动力核潜领 就是这个航母 它不是要换这个核动力装置吗 它返回美国以后 很可能卡尔文森号会接替它 所以现在的双方 我觉得它就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蓝本 也就是这两艘航母 同时出现在亚太 同时出现在热点 而且依托这个强大的战斗群 对相关的海上目标进行作战 这个模式将来有可能会成为 战时出现的一个现实